大家好,我是龚老师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 是一个相对轻松,但并不轻松 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呢 是为了帮助家长有这个学琴的小朋友 我们主要是向家长解释一下 小朋友学钢琴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也是帮助家长能够熟悉这些学琴过程当中 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技术的 后琴的、心理的、生理的等等的问题 因为学钢琴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我们这个频道的名称呢 就是叫龚博士钢琴课 如果你在Google一下 你打入龚博士钢琴 就会出现它的这些 我为大家免费录制的这些影片录像 您可以看 更订您的需要 每个影片大致十几分钟吧 讲一个话题 尽量讲得透彻其 今天这个话题呢 是一个琴头上课的时候 比如说没学过钢琴 第一节课应该带哪些东西 这个听起来是一个 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要 因为他对这个小朋友的学习钢琴呢 因为他对这个小朋友的学习钢琴呢 具有非常多面的联系 就是说这是家长的一个事情 这不是一个小朋友的事情 因为他的年龄还有各个方面呢 这就相当于一个小朋友 他去 比如说野营 家长总是要为这个小朋友 准备各种各样的用品 他的 这个背包 尤其是他的睡袋 他野营的需要的服装啊 老师一般都会给一个单子 如果是户外的露营的话 他还需要一些 除了这个学校带的一些大型的烧饭的 他本身还需要带军人行军的那些东西 那么我们这个学钢琴和这个很类似 我现在呢 把这个第一节课 没有学过钢琴的小朋友 当然你学过钢琴的中间 家长也会需要各种各样的后勤的支援 一个logistic 或者一个 做他的这个 各方面的料理 这是不断的会有的 你开始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他买琴啊 赵老师啊 第一节上课的时候 我们把他要带东西 大致可以分作三类 第一类就是他的乐谱 第二类就是 辅助的一些教具 还有文具 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方面的 我们说的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要有一个乐谱包 这个包呢 比如说他是要有一个乐谱 那种定制的大小的 这是那个一个旧的 他的琴行里面啊 音乐商店里面卖的一个乐谱包 他这个横装的也有树 你把他的乐谱呢 让他自己呢 放到乐谱包里边去 然后他拎着就去上学子了 就去上钢琴课去了 这个乐谱包呢 这个乐谱包呢 家里边都有类似的 这个大小呢 你要选呢 比较合适 太大了 他拎起来呢 不是特别的清装上阵 小了的话又挤不下 这个大小呢 根据他的需要 有的小朋友放了三张本书 有的小朋友放十张本书 总而言之呢 你要把这个东西安排的 相对来讲 因为他每周都要用一次嘛 他要拎着甚至更多次嘛 这个包呢 要经过一定的选择考量 家里都有哪些包 你看一看 贵子里面哪一个包 给你儿子 用作这个乐谱包 这是第一个 那么乐谱包里边放什么呢 首先呢 你要放一个 练琴日记本 它叫周记本 这个学高年的小朋友呢 都有一周记本 你可以 用一个 效率手册也行 一个Diary 当然它有更专业的一些 我们学校里边 有自己设计的 你到 卖钢琴的卖乐谱的地方 都有卖那种 乐谱 练琴日记本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 比较重要 他练琴的时候 要不然你没办法管理 你没办法尊重 你也不知道他 每周什么时候练琴 都练了什么 老师 他要跟踪的时候 他就会一看 家长为什么 每周签一个字 这个 未来是他的这个教育 历史的一个档案 一个记录 这个对他未来的这个 评价发展 乃至于他自己以后回忆他 这个时期的这个 刚才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教育 是一个 这个价值 我们现在在这地方不说 另外就是乐谱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 乐谱呢 他总是要有两三种 他要有这个音阶的技巧 帕因这是一项 因为他自己的各类曲目的 古今中外的古典的 然后有一些 你是美国有美国自己的 澳洲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自己的 中国有中国自己的 这些曲子都会有一些 然后他各种各样的谱字 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演奏的需要 上课的时候 按照那个谱字提前 按照那个顺序 直接的放在上课以后 放在谱架上 要不然会 逗了缩缩的会耽误时间 他把他拿了一本 往谱子上一放 一打开又掉了 拿一本拿的也不对 翻来翻去 这个因为谱子比较多嘛 要学生解释 把这个东西安排得比较紧凑 这也是家长的一个 对孩子的一个细心的训练 另外呢 主要是上的这三个 对吧 下面呢 我们就是说他需要一些 一些辅助的一些 辅助的一些上课的时候 比如说接拍器 接拍器呢 老师那有 他自己通常呢 家长的手机上呢 会有一个接拍器 你可以在这个 这个APP上面 download的一个match 这个是必须的 通常他还需要一个 无线谱的空白的一个板 上面他会去寄一些东西 老师也会寄一些东西 这是另外两个 那么文具呢 需要给他准备一个 小一点的一个文具袋 或者一个文具盒 里面他需要有 铅笔 钢笔 橡皮 然后他需要经常擦掉一些东西 比如说小的池子 那就是需要有一个 highlight的阴光镁 那么哪些地方有错音呢 或者这些地方都需要标记 要不然的话 他图图摸摸的 那谱子画的 有时候他还需要一个谱子 练的比较多的 甚至需要再复印一份 因为老师需要在上面 这儿一个小妻子 那儿一个叉 等等 这些都是要带的 从这个技术方面 Technology 一个iPad是很有用的 iPad里面他有 一个达谱的软件 这个的 山科的比如说 他需要像老师 展示的作业 他需要在这个上面达谱 网上都有这种 这个你买的电脑 苹果电脑里面 都有这种 带的这种 音乐软件 这个 常用的就是那些 他需要有这个 一个 他写一个 小的歌 什么的 他都需要这个软件 除了这些呢 就是 还需要 一个小瓶水 因为他有时候 谈文琴以后呢 他会有一些 需要 乃至一点 简单的 snack 健康的 大致就是这些 这些 听起来呢 是 老生常谈 但具体的时候 作为家长啊 还是应当 细心 这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 一个学生去上课 如果 我们家长的 我们家长的 那么 那么 他的这个 生存的这个装备 他 的 专业的程度 影响吧 所以说 这个 第一节上课 这些东西 家长如果 经过一定的思考 你会意识到 这个东西 它很具体 很细致 但是它是 从多方面 多层次 会和这个 小朋友的 学习的 钢琴的 效果 他喜欢 不喜欢 都会有 紧密的 联系 嗯 刚才就提到了 一个小朋友 到了 钢琴教室里边 以后 每个家长 每个孩子 在他 在他谈琴之前 把这个 谱子 放在谱架上 开始做下来 进入他这个 上课的内容 他要给老师谈 老师要听 要评价 要分析 要指出 要示范 要讲解 要教各种各样的内容 在这开始上课之前 一进来 你就能看出来 这个孩子 他在这个钢琴学习方面 方方面面的表现 性格的因素 他在学校里边的这个 学术方面的背景 是一个很强势的 学习特别的尖子 或者是一个 对学习兴趣不是特别的 好学等等 那么从这个钢琴这个培养 他对这个 学习的组织 把这个带的东西 到了课堂里边 安安静静 他的所有的这些乐谱 都整理得比较好 哪个乐谱 他要给老师演奏 上面做一个签子 做一个那个 书贴 然后到那一发 一打开一张 这本身就反映出了这个孩子 学习这个科目的 他的这个组织能力 和他在学校里面 学习 数学语言 艺术科学是一个道理 嗯 那么 希望通过这个呢 培养孩子的一个 良好的 完成一个事情的一个组织的能力 这要有家长去 习心的呵护 诱导 音导 教导 指导 帮助 嗯 支持 好 今天我们就 讲这么一个简单的话题 最后再重复一下 我们这个 龚博士钢琴教室 是 Dr. Gong's piano class 这些所有的讲解的 不弹琴的 也没有录音的 没有乐理 没有弃教的 就是 以一些 钢琴 学习当中 琴同 孩子会 家长需要了解 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系统的 当然这个话说起来 有各种各样的话题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到这儿 下次 我们讲另外一个话题